能先告诉我为什么你是第一个上场的人吗 因为我是在家里的主人 主人 虽然杨先生声称自己是家里的主人 但是他的话却毫无底气 因为杨子的特殊身份让他多年来受尽欺负 今年38岁的杨先生在10岁时被养父母收养 这一养就是27年 如今杨先生结婚生子 但日子却始终无法平静 杨子的特殊身份以及家族间的纠纷都让他心力交瘁 看上去显得比较沉稳 看来在生活当中也是为家里的事操了不少的心 到底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在我心里也挺乱的 现在呢就是在工作当中干什么 几乎都想到这件事 家里这些事情 都已经对你们生活造成这么大影响了 对 我也这么觉得 我现在我都知道这也得清化了 前一阶段呢 我妻子我俩呀 差点没离婚 是你们俩感情出现问题了吗 外部原因 养父养母还是其他的外人 就是我婶吧 一些的那个做法吧 让我看不下去 影响到我们自己感情 都是因为他们家的就是事情 我俩生气 也就是养父养母的亲弟弟和弟弟 主要是我婶吧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能够影响到你们的夫妻关系呢 以前我没发现就是还是我妻子汪平就是发现了 我们每生过一次气打过一次架呢 就当着我们面我这事说一套 反过来到我养父养母养母这呢又说一套 他是来回给串话 我都知道他老是算计我们家 但是把面子上从来不识破他 不点破他 没有说啥的 也没人干涉 也就是在挑拨你们和你的养父母的关系 对 当初那会儿啊 暗中挑拨 等到以后到现在呢 就是这个冰着来了 他跟我们闹这事啊 就是这个他老神了 您认为你的婶婶这样做 他是有什么目的呢 想把我俩从那个我养父养母那儿 红走 红书这个家 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虽然说是假产不知什么吧 我估计的应该是这个问题 这你也知道 一顿份老百姓 土里泡山有多少钱呢 说白了也就是说你们是抱养的 对 是外面外星人 对 是外面的人不靠谱 对 让我俩走还不能明说 走了呢 制造一些事端 我养父养母呢 不是没人养了吗 他肯定他得养啊 我们要是张嘴走了 他们肯定得要那个扇养费 就是说我们赖着不走 也不让你好过 那你刚才提到说他 以前是按着来 现在明着来 对 那看来这里面 是不是发生过一些冲突的事情呢 发生过 直面冲突过 对 据杨先生讲述 自从妻子进门 沈沈便多次暗中挑拨 养母和妻子的关系 导致婆媳关系一度紧张 最近一年 沈沈的女儿 也就是自己的堂妹 更是变本加厉 上门挑衅 回来他都从那个 他那个我们房东北边那过来 一连走一连骂 到我们厂房骂我们去了 他老是成天跟我兄打架 他骂呢 他随手 他拿起就是那木挑子 就打这个 我棋子王平 他动手了 对 那我不能眼开让杂 我就上去 我就把那木挑子 我俩就抢了 期间呢 就是我棋子这点也都砍坏坏 不知道怎么弄 他这点 脸这点 弄一大口 旁边的邻居 人家把我们给拉开了 跟他妈都不装 回来他一瞅 他就出来了 离我们厂房门口不远 他就躺到我们那个厂房门口了 昏着呢 这当中呢 他们外人都来了 回来他一瞅 人夺了 他眼一喝 他说他迷惑 在这次争执中 杨先生的妻子和堂妹 都不同程度的受了伤 无奈之下 杨先生的妻子抱了紧 经过调解 矛盾总算平息下来 双方各自回家 但是令杨先生夫妇 没想到的是 不久之后 堂妹竟把夫妻俩 告上了法庭 今天呢 整个下吧 把我们俩给起诉了 他们起诉你们 对 诉讼理由是什么 理由说是 我们把它打偿了 鉴定呢 鉴定是轻微伤 陈律师 他那个鉴定诉讼的 结果是轻微伤吗 他这里 判决书当中认定的是轻微伤 他首先不是犯罪 是违法 按照专案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的话 如果像这种情况 可以行政拘留15天以下 包括一部分罚款 他们现在打官子告的 主要是要求这个赔偿 怎么赔偿的 对方诉求各项加起来 他是医疗费 物工费 护理费 营养费 交通费 精神损害 服务金 各项是9961 法院最后判的呢 就是2000多块钱 支持的差不多四分之一吧 那你们后来这钱给了吗 给了还不给 他执行我们呢 这场官司 这场官司最终以唐妹获得2000多元赔偿告终 杨先生夫妇既气愤又无奈 他们不明白 明明是唐妹先找上门动手 最后支付赔偿的却是自己 没过多久 他们与唐妹夫再次大打出手 就是到那11月9号中午正吃饭呢 他又在那 我妻子呢就跟我们就说 说接着得说说这事 你妻子想跟他们沟通一下 对就说这我这妹夫 想沟通一下 我招他的本意 就是想着就是说是 别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咱们都是一家人 我还是不赖 我妻子呢 就是神手 他那脖子没腰上去 就把那个车钥匙给扒下来了 随后他又追过来了 就是把我这妻子 一嫩的又打又啥的 我们就赶紧拦着 拉着不让打 等我妻子呢 一手嫩的 他也吃魂了不是 反手要打他 归来我们 我们一人来就赶紧拉我妻子 就这样拉一会儿拉 我们本着就是 也不拉贤家 也不什么的 我要是不这 给他留这青面 等我养父这是 他这个亲知女 知女女去 那你进我屋 打我妻子 我肯定是不让你好受了 唐妹夫与妻子的这次打架 令杨先生心里十分难受 一方面 是因为对方是自己的亲戚 顾念养父的面子 不能以暴制暴 把关系彻底闹僵 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妻子 在这次打架事件后 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就有那照片 你还带了拍照片 是吧 这些照片全是你的妻子 是吗 这些照片 全是是吧 对方抓伤的是吧 打伤的 打伤的 你妻子在那次以后 还被他们打伤过 对 拍片子结果是什么 他就是面部有伤 他在那住院期间 晕倒 一个小时之内 报两次讲 他现在是这样 这个病史 患者受脑外伤后 出现头晕头痛 半恶心 三天后出现 突然晕倒 半神志不清 持续时间不详 这个估计脑袋真受伤了 他这个症状呢 说是脑外伤后综合症 大概是这么一个印象 他老是晕倒 有好多证据都可以 真是成立的 但是我爱人 就是没有想过 就是要给他怎么着 这是从那次打了以后吗 就是刚才 脑袋也爱打过吗 他打着 又掐脖子 又打耳朵 又揪头子 你没要求 那个警察来处理 报警了 打了这么重 起码拘留什么 应该没有问题 我受这么大委屈吧 我还是替我养父考的 我说毕竟是这个秦侄女 我爱人 我们一阵一阵 特别重情景 结果呢 到今天过了年之后 见我们睡就骂 回来这 我这没办法了 我不行 咱们还是起诉吧 我爸和我爱人 他爷俩都是 特别特别重情景 这和你说 也不是善战 不善战 所以我们就是 上那个财务所 做这个鉴定 人家说呢 上次那个案子 人家把你们给告了 法院呢 把这个案中调走了 报警报不着 那如果说他想起诉的话 现在如果想通过 法律的手段来处理 还是可以的 这个现在 我理解这位先生 现在等于还没有结论 你怕现在做这个 伤检 做那个私法 法医鉴定 现在恐怕不是 太好的时机 你是这意思吧 对 但现在看来 从这个诊断情况来看 真的蛮严重 脑子一定受伤了 尽管妻子遭受了如此大的伤害 但是杨先生却始终顾念亲情 忍气吞声 在他看来 他在这个家族 毫无地位 任人欺负 其中最大的原因 就是养父母 不肯为他出头 过于软弱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的养父养母 态度硬一些 硬一点 摇杆的硬 说话硬一些 对 就我估计这事 不会发生 他也这么认为 唐妹夫不敢 对 他肯定是不敢 伤他们这种感觉 没把我们父亲两个 放到这样的位置 所以他们才要肠狂 杨先生夫妇认为 正是因为养父母的不作为 才导致自家 被唐妹唐妹夫欺负 令人不解的是 养父母为何要这样做呢 唐妹和唐妹夫 又为何总是找杨先生夫妇的麻烦呢 这一切都要从一桩生意说起 你们是哪里人啊 河北省熊农县 就河北人 对 但是你们都在北京做生意 对 我那个唐妹 嫁到这北京 就是平屋区 这是我这个唐妹 沈身的女儿 对 就说那时候那个大哥那个 学做出柜去吧 做出柜挺挣签的 我这也没地方削呀 他说我给你找地方 咱们合伙 我说那咋不好呢 行 也就是说你这个沈身的女儿 然后看到你们当时 没有太多事情的情况下 提议说 你去学一本手艺 做出柜 对 回来我们就是找的那个 这个那个师傅 在那削的 在这个当中 就是费用下都是我自己除的 在那削完了之后 挥了了 挥了之后就是 他就说买设备 但是我想呢 咱们也得有一个嫌小人厚君子 嫌疑伤好了 再怎么合作 当时第一次我就有顾虑 他批意不好 我说既然咱们合作呀 就是说第一 我呢 没有钱 鉴于咱们这种管线 希望你们就是绑着我一把 你偷资十万 我给你打五万块钱的挑 四万块钱 四万多块钱 就是我也偷了 但是我借的是你的钱 在这期间呢 就是所产生的这利润 就是三棋看 谁三 我三 他棋 因为他人家出的钱 出的本钱呢 等欢上之后 是半对半 我一说到这 他急了 他批意不好 我概念里 我不愿意给任何人 就是说是合伙做生意 他在外负呢 他挣心他活 到下一步 他就说咱们得租店 租店呢 你得让我嫂子 就我妻子 不是得砍店去 砍店呢 不给工资 等结账了 他都给接走了 我两口子什么都唠不到 我家也有老人 也有孩子怎么办呀 越玩下谈 我觉得越不对劲 这个时候你们是店开起来了 还是没开 还是只是在筹备当中 没合作 也没筹备 只是在协商当中 就已经产生这么多的问题和矛盾 就达不成一致 对 越说 我越怀疑这里边有问题 做宝他骂你 不觉得我俩那种形式似的 还想用我俩 让我俩还拿不到多少钱 就给他俩干 明白了 那后来这个事 那就按照这样的话 肯定是合作不成 肯定是没法合作 我肯定是不愿意 我其次我俩不愿意 莫说我就以没钱为理由 不合作了 你要想干 你就自己干 所以你技术要是不会的 我可以给你干一个月 或是半个月的 明白 我就是教你咋做 但是我不要拱钱 这不合作就不合作 为什么还有后来 有很多的矛盾呢 对 您听我说 这踩完了之后 不还而散 都走了 等过了 不是第二天第三天 我就去了 咱们挺好的群情 别弄得啥也不是了 然后那也行啊 不合作都不合作吧 那咱们课的话肯定是得有的 没人给他做 我说就奔着你俩来了 手有那么个两三千块钱 我想就是也灌点气 最终杨先生跟堂妹夫妇的合作 因为货益分配 无法达成一致而告吹 事后为了缓和兄妹关系 也为了能多赚一些钱 杨先生想跟堂妹夫妇 学做倒卖煤气的声音 但是堂妹夫妇的反应 却令杨先生心寒 我想弄几个大怪行惯 我说你这卖这么多年气了 有经验 我俩也不会调 实际我就是给她一个面子 就是我一变 讲硬起来 她就态度就变了 她说我不去 你要炸死了 我大概得找我了 就开始说不中亭子了 我们都回去了 最后这倒卖煤气的生意 也没有做成 于是杨先生在朋友介绍下 找到了一个店面 开始做起自家的橱柜 而这也是两家人 势不两立的一个开端 是不是你自己开店以后 就导致这一系列的矛盾 开始发生了 对 什么时候开张的呢 我是去年8月18号 到现在一年了 生意怎么样啊 生意还可以 本回来了吧 没有呢 因为我发生这么多事 我是一再花钱 主要是他老跟我没捣乱 生意不好 说我租店了 他也知道咋个事 百般阻挠我 没有真名师据 就是我听人家这么说 就说让他在屏股这偷的责 一分钱拿不回去 全砸着 让他败夹 多碎呢 你说那嘴 我说难听这 听别人说的 这是听别人说的 因为他没亲自跟我说 不对 他自己承认过 我心里也不痛 就是我跟我齐子方平 就我们俩说出这事 我说不行 咱俩找找去 咱把话得说开了 到那两会儿 没说几句话呢 嚷起来了 让我呀 还会接信我原来的信啊 就这么说的 我二人都气得 就是说是哆嗦了 就 美人没拍笑的 美人笑是变笑的 等于在骂你的这个过程当中 把你的身世这件事情 对 逗留出来骂 还诽谤我俩 这都是唐妹说出来的 对 我俩呢 一停也说不出来啥 开车就要走 我们那个就是那唐妹 我那车前一躺不上走了 躺到我们车鼓住前面 见份儿钻的 我们一看走不了了 我们就是派出所报警 挺无奈的 就我们在那地方 纠缠挺上时间 回了天哪以后 都给我们接仇 杨先生认为 自从拒绝和唐妹夫妇合作后 唐妹夫妇就开始跟自己结仇 随后一年多时间里 杨先生遭到来自唐妹夫妇的 屡次发难 最让杨先生意想不到的是 唐妹在杨先生的店铺的旁边 也开了一家店 我们过几天18号就开业了 我所卖出的东西 就是没有什么原因的 都给我退回来 但是我在这 我也没有什么仇人 过几天 他又在我 就是在我后边 也是一个房东 他又租了一个房子 骗人家房东 他要干别的 实际上他是在那做出贵 也就是说在你做生意 这个门店的旁边 也租了一个门脸 然后他也做跟你一样的生意 对 我这也听说 他始终就是监视我那个 就是我做出贵的地方 我那店 我的任何挤动 他都知道 他是有心的 他在摊花 他会在摸准了试试 他找一下 也就是说你做生意 比如说你橱柜 到谁家安装了 他就跟踪 然后寄下来 你走的路线 你的客源 全部摸清楚了 他说北边 也有一个做出贵的 说是哪个哪个村的 他那也做 他那啥都有 也比他们那便宜 就是说拉生意 特别过分 就是在破坏你们的生意 对 他始终破坏我 那也就是说 现在你们就在 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 做着同样的生意 成为竞争对手了 对 那在这半年当中 有没有因为这个 发生过什么 有 发生过好多事 导致你现在工作 都没法工作了 对 有一次我们就是 夜点听电了 我旗子王平 上后边找方总讲 他看见了 回头都追着我旗子骂 回来正好哪天呢 我们这门口呢 也不睡 烧一堆东西 那迷信来说 我们家都是说 来这个家门口 烧东西 那是不吉利的 我们就报警了 警察都去了 去了到那瞅瞅 瞅瞅 人家肯定第一 怀疑对象 也是他们 但是我没跟警察 做事 我怀疑他们 就这种情况 我也认 都一句话都没说 就回屋了 我俩晚上开车 就是回我们老家了 我叫着我父母 就是我养护养母 到这个我守 我审他们家去 就说这事 这是谁的主意呢 这是我旗子王平 我俩的主意 你们决定说 把这事要跟老家们 说清楚 就是我们的目的 就是啥呢 你也别跟我们闹了 已经发生这些事了 咱们坐在一起 贪贪的那事 结果我婶呢 脸色就不好看 她说我听 不是那回事啊 她就一口就给否了 不管咋说 你们做买卖上的事 我不管 我闺女咋耍昏 我不管 你俩打我闺女不行 这么给下的结论 王平就说了 您这样说 您倒是不够 一个老家的这个资格 这样一说呢 直接就是 把他给红出去了 你们满心希望的说 回到老家去 试图通过老家这个渠道 来解决一下 你们这个小辈晚辈之间的这个矛盾 没想到却遭到了婶婶的拒绝 甚至是态度上更加的恶化 对 那我想知道 在这件事情上 你的养父养母是个什么态度呢 陶行我的话 对咱们挺不满意的 她的态度是 都是一家人 别那么计较 她也不得挺她的 在这个问题上 你的养父养母 也没站在你们这边 我觉得他们就是有这个厚恶之由 没想到连养父养母 在这个问题上态度也不明朗 这可能是让你们觉得心里更加委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对 我心里感到特别委屈 帮我推一下那个养父养母 叔叔阿姨你们好 刚才你的养子在场上讲的这一切 您都听到了吗 听到了 听到了哈 我想求证一件事情 当天他因为跟堂妹发生一些矛盾 回到老家以后 当时您听到儿子这么讲了以后 你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样的呢 那我们一压当然是一个观点了 我们是真正 咱们说不了他 我感觉我顾虑大 所以你只能压着这个养子 对我也没压着他 我也 那为什么在他感受上来说 好像您的态度也并不明朗呢 他心里不痛会办 他是无奈 你有没有去跟你的弟弟和弟媳妇 来协商这个问题呢 这个欠商过 欠商过我弟弟啊 他管不了 我弟媳他们 这一家子跟我们对着干呢 也就是这个我们弟媳 我们这儿小子跟我凶的 人家都不干涉这事 我不认可 为啥他到我家打架 我找我上我家去闹事 为啥我还要赔他钱呢 那也就是说 你也只能选择忍气吞声了 是 如果我要是他们亲生的 这些事不可能发生 这所有的一切就是因为 你是一个养子 不是真正的养家人 嗯对 来推一下这位女士 女士你好 你好主持人 那这个事情上 其实您是一个真正的受害者 您当天回去 想试图跟叔叔婶婶来沟通 最开始去之前 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我抱着一个心呢 就是呃 别以后我们家庭喝个木木的 别老是就是因为就是 什么别吵架 能给我们 能把我的这个位置放正了 但是没想到 但是没想 我就是我想到了 我预感到了 因为他们周围的人 在我的就是感觉中 没有把我们放到这个位置 打架是挑不好 当天去的时候 是带上你们的父母一块去的是吧 对 当天就带着我抱着一种 和谐的那种心里去的 嗯 嗯 没想到我的婶婶能那么说话 你们发生什么我也不管 我闺女耍婚我也不管 我关注的就是 你们不能打我家闺女 那这个话说出来以后 公公婆婆 她们的表现是什么样 没有 没有任何表现 就我 带领了一会儿 我说老婶 我说那你既然这么婚了 我就跟你没话说了 我说走 咱们走 我拽上我的爸妈 我们就走 回头他们就 快点赶紧走 以为不能在我那里 你们都走 真是在我意料之中 她说的意思 就是她还有点像的 她兄弟的意思 刚才我通过这个连线哈 我是觉得 可能 你妻子比你还要更委屈一些 嗯 那是 她在这过程当中 因为她是 真正的受害者 我想了解的是 在这 所有的 你跟你唐妹家 发生这些矛盾之后 包括叔叔婶婶 也对你们的态度 不是特别好 你的养父养母 从那次事件以后 你的妻子挨打了那次以后 嗯 就是他们的态度 始终是一种 就是你在你看来 是不明朗的 对吗 对 让我感觉不熟的是啥呢 嗯 我也问过我父亲 就是这事怎么办 我我父亲说呢 说不了他 因为他太太婚 他说你们上法院吧 今天你们家 好像老家 来了几个人吧 嗯 对 那我一采访一下哈 就是你们大概都了解这个事情吗 知道这个事情吗 听他说过 听他说过 你们参与进来了没有 就是有没有过来问问啊 过来过 过来过 见过这边的父母吗 或者是这边的叔叔婶婶吗 见过见过 没表现出一点点 一丝丝的在我面前 就是别说是在我面前 在这个人面前 就是我爱人是养子 我看三姐哭了啊 您当天去了吗 我当天也没去 我们爷子现在还知道 哦 今天才知道了 我看你眼泪都流下来了 很心疼是吧 对 觉得这孩子到那边去 怎么说这么大委屈 对 那你们当时怎么听到这个消息 以后没想过说 去那边交涉一下呢 他的养父母 这是兄弟吧 嗯 我们也不认识 也说不上话 也就是说 这位先生 你娘家的人也帮不上什么忙 一般的情况下 我都不跟他们说 嗯 你就是我俩自己处理 我爱人特别孝顺 就是整不了 我说他这句话的时候 我突然看到你的手 你这支架是怎么了 是干活的时候砸的是吗 不知道 不是 你这是干活干多了 嗯 就是我看到他的手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勤劳的双手 嗯 为了自己的小家过好 在我的心目中 我就是他的亲儿子 我爱人就是他的亲儿子 我以为你们俩的夫妻感情会很好 但是刚才你一上来 说了一句话说 我妻子因为这个 又要跟我离婚了 现在我呀 精神也要崩溃了 所以说 我俩就是一道二去的 就像我俩这 都有着压力 嗯 就一想就干脆都憋过了 你走你呢 我走我的得了 他是无奈 中国有句俗话叫 柿子挑软的捏 我觉得之所以被别人欺负到现在 就是因为太不敢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顾及了一个所谓的身份上的问题 其实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只要他真的伤害到我的利益 我们严正以待的用法律保护自己 什么也不用管 他就怕了 影响到直接影响到我们正常生活了 挑不了 主要是咱们没有什么证据啊 咱们法律讲究证据啊 一会儿陈律师会教你 像我不懂法律 我不知道 骂你 打你 我随便现在手机就能拍照 就能录音 我录下来 我拍下来 我想办法收集证据啊 像他能够把你这样一个清理商都告上法庭 你妻子送的比他还严格上 为什么不告啊 同样给他告上法庭 他说今天抢我生意 这没法 没法拿证据 我不告抢生意的东西 我告骂人 打人 使唤 没有法律万万不能 法律不是万能的 十五中施钢我跟你讲 像他碰碰那种情况 还真是很难办 他说的是恶人嫌告状吗 没办法也得想办法解决 施钢老师说特别对 那像刚才主持人说的 包括你描述 他抢你生意这种事 你又没有征兵持续 客观上就这么一个巴掌大的地方 有两家店 对人生意就是有影响 证据都有 但是啥呢 我们方总也好 我们跟前的民众就是做出柜的这也好 但是人家都惧怕他 还在继续跟我们捣乱 而且比以前更严重 如果你有证据 的确他跟一些路过的客人 我们北京话说这个结活 咱们国家去查布法律 有个反不正当竞争法 突然一听 我突然就有个灵感 如果你这个案子 能搜集到足够的证据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反而去告他呀 他对你这个也有一些 哪怕是轻微上 你也可以报警 可以要求行政拘留啊 那么你如果依靠法律的武器 来保护自己 矫至于你这样的无奈的忍受 那恐怕要更加有效一些 你否则的话 这哪天是个头啊 我公公就说 那你就上法院去告他吧 这个不是正确的态度 从把他抱上来以后 没拿挡摆着看 打官司我觉得 赢不赢都是次要的 就是要把这些事 让更多的人知道 他们再怎样使坏 他们再想使坏的空间就小了 所以要清楚 打官司为什么 上台为什么 就是把一些见不得面的事情 上不了台的事情 你给他光天化着 给他暴露一下 他也就有所忌惮 他为什么这么有理啊 因为他可能内心 也觉得他挺委屈的 所以我是觉得 刚才听到你这个 爸爸妈妈的说话的话音 我觉得也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一对夫妻 所以他们可能面对这个叫弟妹 还有这个侄女 我认为他们是数字无策的 我上顾案军上人家逮他 我都不过分 其实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是 你怎么能够开始动用你自己的力量 而不是说我一味的要去强调 说让这对老是八尖的夫妇 去帮你出头 我觉得这有点难 施玉老师 我们越站出来来声明什么 可能越是我们内心最缺少的 他刚才提到的就是父母的一个态度 那爸妈不敢站出来 他是怕伤害到他们 其实不完全是因为我怕伤到别人 而这个男人会这么痛苦 他的潜在的一个潜台词是什么呢 爸爸妈妈怕伤害到他自己家那边的亲戚 那是因为他对我有顾虑 因为我是一个外星的人 我爱你毕竟是在老杨家门口长大的 我没有念及亲戚 亲的也亲身的两一样 所以这完全都指向这个男人的内心 让他真的是不止伤害到他的这个生意和他的身体 还有他真的是这个男人最脆弱的这个一面 你觉得施玉老师说的对吗 你是多大的时候来到这一家的 十岁 十岁 我母亲参见 父亲就是离婚了 现在呢就是我生生父亲 是死是活不知道 找过找不着 找不着 您是被好心人说送到了这一家 当时刚刚来到这一家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终于有了一个家了 是 来到这个家的时候 你是不是特别希望这一家人能够认可你 嗯 是 把你当成这个家里的人 嗯 对 我特别理解你的感受啊 可能很多事情并不是像小的时候那么简单 小时候可能你要受点欺负的话 回去以后自己躲在被子里哭一场 可能就会忘掉 但今天不一样 因为你已经结婚了 你已经成家了 你还有自己的小家庭 你还要兼顾到另外一个人的感受 对吗 所以呢 你的妻子在这个里面 我觉得他也是很委屈 或者说他更多的是没法理解你真正的感受 嗯 所以说我们就是很无奈 也很无奈 我都预心扑在他身上 呃 他今天来了 嗯 我也把他先请上了 你好 哎 你好 主人好 请坐 一直在场下哭呢 从事情发生 我爱人从来就是在台上说这么多话 一句都没跟我说过 我没想到我爱人都说这么多 我也从来没看见我爱人掉过眼泪 我知道你也受了很多的委屈 嗯 我到咱们这个金木组吧 求助咱们这个栏目吧 我也没有别的请求 我只是想要一个安静的生活 我俩在这个家庭有一个正教的位置 这你看来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他们所做的一切的目的就是 只想让我们从这个家里走出去 但是我们不能 因为我爸妈毕竟养了我爱人这么多年 他们也挺辛苦不容易的 我们做完案里 我们绝对不能 直到有一天 我爸妈说 你们离开这个家吧 那我就没办法了 没有我爸妈这个句话 我们就是干上我们全家人的命 我们也不会离开这个家 这句话说出来以后 我觉得真的是让人挺难受的 我想问一下先生 你说到这么大的委屈 之后你试图想过说 算了我就走了 你想过走吗 没有 想的就是咋绳分下去 就是怎么就是解决这些事 没想过走 就像你妻子说的 如果说养父养母没说让你们走 你们是不会走的 对 你们要是说不需要我们了 我们净身出骨 一草一木不带走老养家的 他当我面没说呢 而且我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告诉你们 不管到啥时候 在我们心目中 你就是我们的父母 将来我们一定有条件 肯定孝敬你们 这张照片是小的时候拍的吗 这是我们结婚以后 这是我们拍的 这你们孩子 那个是我爷爷 这是爷去世的爷爷 对 这是一家人 我帮我孩子 我一点恶心都没有 我就想着那当我 其身 个儿养的一样 我教授 作为一个人来说吧 得有一颗感恩的心 因为人家 老话说的特别好 生恩没有养人重吧 你的几次发言 已经博得我们现场 观众的两次掌声了 的确是你的这番话 说出来让我们觉得 谢谢这些嘉宾的理解 从这几个人看出来 他们都是非常民事里 知恩图报的人 但是就这样的人 他们的生活 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的问题呢 对于你来说 这位女士 她还是一个 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你是更是一个外人了 几次这样被打 甚至我刚才看到这些鉴定以后 是什么东西 让你继续在这支撑着 进这个家 我说该做的 能做的 我作为一个这个家的儿媳 作为一个妻子 我都做了 我两口子是备收起家 借了200块钱 然后我弟弟家 有那个交灯三轮 在忙着边做点小生意 就是卖点蔬菜 卖点水果 都是骑着交灯三轮 到市场上去拉货 就是早晨 两三点的时候吧 搭了一车子货吧 还得自己蹬着走 走到八难 我走不动的时候 我就坐到马路边就哭 零四年的夏天 我赚到钱 我第一个我先给我 就是给我妈 买了一对金耳环 零五年的时候 我看见人家老人都有手机 我就给我的 就是我爱人的养父 现在就是爸爸吧 买了一部手机 我现在我作为一个 这家的媳妇 我这么做 为什么还要这么欺负我 我想不明白 他说完这个 我觉得我也难以理解 就是为什么 这样的一个付出 在这个家里 还得不到一个认可 那我想问你的事 我在这家 我从来我给我爸妈 我没抢过东西 我们家的收入 我从来没过问过 我在我们家 我吃我们家 有利的 有盒头 有什么吃的 我去里边 有朋友 有哥们 我给他们拿 然后不管拿多少 比市场上价 还要高一点 我给我爸妈钱 我想问你的是 你做了这么多 有没有得到你公公婆婆的认可 我这么理解吧 我从于公女 我现在可以生为哥哥了 就是你已经从公女 变成了哥哥 对 开始我进这家门的时候 我没感觉到这些 现在我感觉到了 因为我是外地的媳妇 有看法也是应该的 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自己做我自己的弄力 让他们就是认可我 最后就点 就是说是 现在我是他真正的儿子媳妇 后来也得到认可了 你觉得 现在我感觉是认可 没到猫 以前都不乱 从现场来看 应该说每一个人 对现在这个先生的妻子 上来的这份孝心 感恩 我们都会起敬 但我还是想表达一个 自己不太能理解的地方 就按理来讲 现在你们跟养父之间 是非常独立的一个家庭 对 跟叔叔 跟婶婶 跟旁妹之间 它是另外一个独立的家庭 说不好听的话 大家念亲情 我们可以在一起合作 可以在一起相互呼之 去生活 没有问题 那么不念亲情 我们是分别两个独立的家庭 我们可以独自过好自己的生活 我一直到现在 听了你们讲那么多故事 我没有完全弄 为什么那个唐妹 要如此跋扈到这样的地步 来欺负你们 这应该是有原因的 因为是分别成人 是两个独立的家庭 你们之间有其他的一些过节 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非要去忍受这个欺负吗 这是我最 最就是迷惑的地方 我想这是他们 今天是咱们什么短的 他们之间私下底下 有什么协议 不能让我们知道的 你曾经怀疑说 是不是养父养母 跟他们私下有什么协议 对 杨子的身份 让他感到始终 被这个家族所排斥 此时 杨先生猜测 杨父母和唐妹一家 有秘密协议 这难道就是唐妹一家 屡次找杨先生麻烦的原因吗 你认为他们这样一样 再而三的原因是什么 我找不到原因 我想得到原因 老家有房子吗 有房子 老两口有存款吗 这个我不知道 他们不会把人帮助我 我也可以理解 他们有他们的原因 有他们的道理 我感觉他们把自己放在很低的一个位置 应该是很平等的一种关系 但是他家的这个家里 他居然几次用 他终于承认了我 这是不是也是导致在这个家族当中 没有被旁人看得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呢 把自己恨得比较低的人 其实他也会内涵一种攻击 因为他如果说用一种高的姿态去攻击的话 他可能会失败的可能性会大 他们就会用一种低姿态来介入这个大的家族 我们这位女士为什么那么痛苦 第一个呢 他可能认为我为这个家付出的很多 那同时呢 他特别的希望像别的人那样 得到一个小姑子 对唐嫂都是一个尊重 哪怕说我是一个装出来的 大家也会有面子 嫂子 哪怕就是假惺惺的 可能他们也就知足了 那可能就这种低的要求都没有得到的时候 他的委屈就会更加的多 那他找谁去解决这些问题呢 可能就会和丈夫发生一些矛盾 因为他会认为 我之所以这样 之所以不公平 之所以我的日子没法过 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你 没有很好地保护我们这个家 没有保护我 所以进而 可能这个夫妻矛盾也会产生 咱们会发现啊 这个每个人在不同的场合 他会有不同的表现 比如说像一些看似这个低姿态的人 或者说他对自己的评价比较低的人 他一定不是在任何场合之下 都要保持这份低姿态的 一定是在某一些方面 我在这方面我是消耗我的能量的 因为我我做得很好 我要得到很多人的这样的认可 但是我一定会在某些方面 是像一个充电的过程 在这个时候能获得你想要的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是高姿态的 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 她心里这么痛苦 源于她一直消耗 但没地方充电 所有人在你面前 可能她都比你强大 所以刚才她强调了几句话 我很在意就是我现在吃的好穿的好 她在对自己进行一个充电 在自己在疗伤 但是现在她疗伤的这个能量 远远不够她消耗的 于是她现在心理上产生这么大的痛苦 就在于这 我有一个疑惑 这位女士 你那么伤心那么委屈 为什么是为谁伤心委屈 你觉得谁委屈了你 对吧 为什么二苦 为什么那么伤心 你老公刚才讲的都是跟这个叔叔 婶婶 唐妹 有什么样的矛盾和纠纷 你刚才我还没太听出来 到底是为什么事这么委屈 其中反正有一点 你说你从开始进这个家门 从宫女变成格格 那地位是翻天覆地了 在我理解 是不是一开始进这个家门 也没有得到尊重 慢慢由于你自己的言行 博得了公婆对你的认可 那么现在也非常看重你 无论是情感上 还是生活需要上 应该是这么一个变化 那既然有了这么好的变化 为什么还这么伤心呢 出现事了 就是我给我唐妹出现这问题 你跟你唐妹发生了这么大的冲突以后 你的公共婆婆并没有站出来 跟你们撑腰 包括我爱人 包括你爱人 就他们仨都没站出来 跟你撑腰 所以你委屈 对 那我还算听明白点 陈律师问的 跟我想问的是一模一样的 刚才我说 因为一直听他们俩讲吧 我总觉得 似乎好像描述这个东西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有一个正有的对待 你如果这样讲 我就没什么问 我也明白了 我就听明白了 包括先生也是一样 就比如说 如果你们 刚才我就问 如果你们遭遇了那么多不公平的待遇 是你现在的养父养母造成的话 造成的话 那么好办 那现在说的是另外一家人 另外一家人可以用法律 有社会规范 我们拿正常的法律的保护自己 对吧 你看你那个11月9号 妻子被打了 一直现在都快一年了 妻子被打成这样 为什么当初你没有去去采取措施保护 刚才亲说有一条 说你也不站出来保护他 这个我主要是考虑到什么呀 我这汤妹 毕竟说是我养父的秦师女 我养父这边 我不想让他太为难 再一个打人犯法 你这样子解决问题的思路有好几轮 对吧 从第一开始想合作 你就说念亲情如何如何如何不成 那解决问题了没有 不是媳妇受了欺负 公公婆不站出来 这边呢也是老公公不站出来 包括这件事 我就奇了怪了 你看病归看病 该高壮高壮啊 对啊 第一次骂到我们厂房 拿棍子要打我 我们两个就抢棍子 在这之间 我爱人该怎么干 我都没放下手里的货 就这个时候 我爱人就是没 就是塔都没放下手里的货 你等一下 这兄弟你怎么回事啊 这媳妇这么让人家欺负了 您就不能来挡一下 不能来出个头 那我咋挡啊 等等我也奇怪了 刚才你在那 你急死我了你 你刚才一个人掌述的时候 你也对对方是深恶痛绝的 也是很那个什么义愤填膺的 我还以为你也站在你妻子这一边 替他出头呢 原来你也是 这边挨着打挨着欺负 老爷们躲在后面 对 你这媳妇她能不伤心吗 这个 第一次这是 第二次 我受伤的这 最厉害的这一次 你看他们都不说 我都是挑头 把这事咱们就是坐下来说说 他说跟你我都没什么好说的 我就让你们滚蛋 我说那你要这样 我就报警 他就要开车又要走 这个时候 我就把他吃点钥匙给他扒下来 我说那咱们你就上屋说 那你就别走 你要不说你就别走 我爱人也不管 我爸妈也不管 你说那我们家总得过日子吧 是不是 我不能说 我不言不语 我带着孩子我就走了 然后这人就是豁的豁的 没没没的 我要走了 人家知道我是什么怎么走的呀 这一次 他就屁股后边追着我 到我们屋里到那地方就把我脖子给掐上了 掐着我脖子 就我爱人 还有我一个就是叔叔吧 在我们家就是他俩给拉开了 这还不算哈 然后我拿一把呢 就是要要打他 我爱人上去把我给抱着了 在这个时候 人家找到机会了 拽着我头发 把我打到地上 就那张牌 你们看看 就把我打成那个样子了 我爱人都不管 是我 躺了半天 趴起来 抱得紧 天哪 你这说半天 我们这才是听明白了 先生 我想知道的是 为什么在当时 你是这种态度面对 他这个是什么 见见他是这个 就是我那小叔 我们爷俩 就是不让他打他 安慰一下他 回来呢 打完了之后呢 反过来 他一有块了 又又要打他 回来我又拦住他 就来回 我俩是来回来 不让他打 你能安慰他一下吗 别哭了 别哭了 我这一年 就不知道 谁能跟我来 我这一年 我想问你 妻子不哭 我们都觉得他该哭 因为他真委屈 那咱们也不能打人呢 只能说正常拉架 我告诉你啊 吃谁也别挨打呀 反正我要一说法 没有说法肯定不行 我给了我们这家庭足够的时间 一年了 大家说够不够 一年的时间了 你说我够能忍耐的吧 为什么在农村 老百姓说 家里面没有一个男人 不好过日子 你们家呀 我这话说的实际有点硬啊 说的是有一点狠 但是我真觉得 你们家被那么大欺负 我先排除你的身份 可能你有难言之意 你有不好表达东西之外 我倒觉得 你真的不太像个老爷们 您刚才说 你不拉偏价 您实际上是拉了别人的偏价 女的跟男的打架 其实我们大眼人一看都知道谁会吃亏 你拉自己老婆 不拉一个来伤自己老婆的一个男人 这个是有很大问题的 刚才主持人明显的提醒你两次 你才知道去安慰安慰自己的妻子 你只顾自己说理 我想不管养父母什么态度 首先你得把这家立起来啊 你是你们这个家的顶梁柱啊 你这样一个情况 说起心里话 容易遭来别人欺负你的 什么事情都逼到没有办法了 你让一个弱女子去出头 你不出头 那会出问题的 我觉得如果你硬气了 你什么事情敢说话了 他们那边就会就会收敛 随长传高的事情 只要你不理亏 你怕他们做什么呢 你是怕他们吗 怕是不怕 因为啥不 我这毕竟是抱养的 到他们这儿的 阿姨们都有意见了 大爷我跟大家说一下哈 如果我有一点做的不对的地方 不妥的地方 比如说对我父母身上 比如说一级风 他敢给我弄十二级风 所以我就在这个家庭 我处处小心 我不 不是说是不敢 观众有很多想说的哈 你们认为这个跟抱养没有关系 是吧 我认为你这个抱养跟抱养 根本就没关系 只要出现这问题 是吧 人到你媳妇了 人男同志到你媳妇 你不断上手 证明你有点怂 抱养不抱养 你不是偷来的 你对父母的孝心 你没打父母 这和那个两码事 媳妇被人欺负了 你是干什么的 你就是她的城墙 你就是她的堡垒 对不对 再一个我感觉 这个男人不太爱他的妻子 我觉得他俩是感情问题 爱人刚才这么哭 这么什么 他到这一点感觉都没有 站进去 别哭了 别哭了 那是啥方法 所以说这个孩子吧 把自己的女人安慰好 才是你的本事 所以往后下先生 你生活一定要立直腰板 像个男人一样活着 就没问题了 我们在场所有人的感受 为什么对你产生 这么大的疑问和愤怒 用三个字来形容 最典型 就是窝里横 你在外面都软成那样了 怎么对妻子 然后能态度 能强硬到这种程度 人都委屈成那样的程度了 所以说这让人 实在是看不下去 但是这个男性跟女性 话说回来 这个确实 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 和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是因为你们的眼光 和想要解决的东西不一样 女人往往在乎的是态度 是你拿出怎样的态度 来解决这件事 那丈夫你看一看 这件事虽然 你可能打不过她 或者说你可能不会打赢 那你的态度有吗 没有 所以她很失望 但是男人的往往 她的角度是 我要把这事解决了 就事论事 不是态度 我只要把 能把这个问题 我好好的处理了了 管她什么态度都行 妻子你认为呢 对 而你想要的技师 不是为了她能打赢 那个你的堂弟 我要的是她的表现 对 但是她们这个 我们全家没有一个人有表现 可能这位女士 常常出一个对外的角色 对 可能这位男士是老是巴娇的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 可能更多的去讲理也好 去对外 要去找个公道也好 可能是女性的主张更多一些 那么男性本身 她是一个 一个是认为自己是养子 这是其中一个小部分 我觉得更多的是 她是一个 以何为贵 这样一个心态 去处理这个亲戚 或者邻里之间的事情 我认为第一个 是这个男性呢 可能是想找一些理由 就觉得 哎呀咱们就算了 想心事宁人 而这个要强的女婿呢 就觉得 既然我们为这个生意 或者为这个手艺 我们付出了这么多 好 而这个地方 可能你又认为 这个地方还是可以生存的 所以你就还想 在这个地方发展 这一次做生意吧 投资挺大的 知道我都现在干 一年要两个月了吧 外财还没还清呢 我借得这个 本天还没还清呢 我是这么想 就是我们要求对方 给我们一些赔偿也好 或者给我们一个赔偿也好 这是我们对外的部分 其实我更关注的是 你们这一家人怎么生活 我们不能说 我们把我们的生活都放弃了 我们去纠结外部的敌人 就是今天来讲 我们怎么生活 我们怎么能够 真的说从今天开始 携起手来 我们怎么能够 把这日子过得踏实 你觉得如果再要是出现问题 你的老公还是不站出来 你的公婆还是不站出来 这些都不是问题的 那要是不站 就是今天就是没有个说法 那肯定都不行了 那就是这个家 就是给我就是没缘分了 你希望谁能够出头来 给你这么说法呢 是你的丈夫 还是你公婆 最重要的 我还是想着是我爸妈吧 你觉得如果他们的腰杆 稍微硬一点 这个家不至于成今天这样 我是有这么一点看法 因为你们两个人呢 刚才同时表达了一个观点 也就是说 如果老家的腰杆硬一点 这个家里不至于是今天这个样子的 那养父养母今天也来了 你们两个人把问题的焦点 都集中在了老 我想请你们先休息一下 我把父母请上来听一听 老两口 有没有他们的难言之音 好吗 刚才在场下 他们的一番话都听到了吗 听到了 太委屈了 其实你们也挺委屈的 他们在我们这个知证 他们在外的欺负他们俩嘛 我们这个周立姐们 在家欺负我们俩嘛 那我这委屈太大了 我得给我审视员 替我们说的 就龙岛的话了 怎么受委屈了 您跟我们说说 我来自我介绍一下 我在村呢 任了党支部书记 村民会主任 我干了十四五年 要不现在我们家里是大户 都老养家 在我们村 在一般的事 我都能给姐姐了的 能调解别人家的矛盾 对 家里事解决不了 要不刚才我儿子也说 对我这个爷子也看不上 还在根上呢 还是在老头老太子身上呢 我说爸 你长这么多年 那大队干部 为啥三年这些事 你解决不了呢 今天整个初一 早要五点 就给我们家打电话 我们那个周立姐 我们 我说吧 今天过年呢 这个是我们孩子呢 让我们从老家 把我们接到苹果县 大家点是过春节了 春晚上也就在七点六七点 春吧 七点多时 我那弟兄在上面去了 这当然 这咱们都会有话说是啊 他嘛 他爷嘛 周立姐们 回来呀 他 这我弟弟 打了一个电话 你媳妇来这呢 你知道吧 他说我不知道 到那他想把他弄走了 他就打他也不走 等到两点 他跟我们家还抓那去了 他那偷偷给抓掉 我都在看厂厂的 他就就被我把我拽起来 都把我拽回来的 偷我拽掉一大把呀 我们家的也在场 当时我就报警了 是因为什么原因啊 都应该这小事 他在外面打架吗 我认为是 我妈到我们那过春节去了 他就是不愿意让我妈 让我爸给我们关系好 您这任书记的人了 又有这么大的调解能力 为什么他们还欺负你们呀 在以前 我们两家的关系也不烂 主要就是我们的兄弟媳妇 我这兄弟媳妇 还跟他儿子跟他的丈夫也闹事 他要在家是三条 他说我在我们家我就三条 没人跟我一起 你要有理 你丈夫跟你儿子不跟你一起吗 这会说不定会停的 无论 这个在今天秋天 我们在这给我儿子帮妈 十个例子两个喝的时候 他给我打了 打了之后 家里都叔叔都来讲话了 你兄弟把你喝都打了 我都立即返回去 我司法佛给他下了一个船票 支部主义把船票也都送下 这个警察呢 也认识我 把这船票我送一年晚上 他上我家去了 到哪了 我怕他打我们家了 我把大门给锁上了 他那我转头发 叮当把大门给锁了 回来我又打110 这我认的你们也知道 这都赶脚的 对这个张门市个人出了事啊 都给政府逢家负担 都对比政府 派派都认得我 老师叔 这我们应该管的 我什么能这么理解 在老家的时候你们家也是三天一大打 两天一小打的 这就解去年 嗯 这是以前不打 回来派所说 给你炸个相 大门转头我没动 已经把转头都炸了 他说这个用的呸吧 我跟各位的领导们说 总言之还是一家了 是吧 警察 你打他没有 警察同事说你打他没有 我没打他 他警察同事你也没打他对了 你也不能打他 但是我们兄弟这么野蛮 他还是怕警察 我打了110他都走了 这次打架 我打了110他又走了 兄弟姐妹还是怕人家逮走了 我给 刚才儿媳妇这么委屈 他其中也提到了说 你们可能也没替他撑头 上次这次被打这个事件 你们知道吗 照片你看到过吗 这个知道 他这个事情你们知道以后 打了架之后 我儿子给我打电话 我回来给他砍点 他得愿伺候 在当时打现场我们的 当时你们有没有去找那个 侄女 没有 他不说理 我们找他他也不说理 他不说理 他在门上不讲理 杨先生的养父母告诉我们 他们之所以没有去找对方 要一个说法 是因为对方不讲理 现在我们听来 似乎有一些牵强 然而 接下来养父母回忆起的一幕 似乎又让我们找到 养父为何没有去找对方 讨要说法的原因 当时他在抓你的媳妇的时候 抓头发打的时候 您在干嘛 戴上 戴上 我拉着了 您拉的是谁 我拽着他 我兄弟拽他 媳妇 我已经听明白事情了 我想把这个镜头 为什么我要重复一下这个镜头 我想提供给几位老师分析一下 我想问的是先生 您拉的是谁 您拉的是您的太太 对吧 这个场景跟刚才 您的儿子跟您的儿媳在场上 讲的是一模一样的 对 当您的儿媳妇受到您的侄女和侄女去欺负的时候 您的儿子拉的也是他的太太 我俩人上去把我给抱着了 在这个时候人家找到机会了 拽着我头发把我打到地上 我俩人都不管是我 躺了半年 趴起来 抱得紧 就是我们都在拉自己的人 对 你俩挺像的 哪天晚上我这脑瓜子和枕头上 我都割不了了 明白 您受到伤害跟您儿媳妇是一样的 一样的 一样的 对 您的那个感受跟您的儿媳妇是一模一样的 我儿的媳妇哭 我也哭 我也跟他哭 对 我都真是受不了 我说 可在你们这越南吗 咋都这样 哎呦 没别提了 一辈子叫我别跟您打架 这一辈子过日子长着呢 你老是这样怎么办呀 我想把这个细节 这一个细节还原一下了 我想让这个专家分析一下 给你们听一下 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你们总是在受欺负 好不好 您稍等一下 文英老师 我觉得这个呢 我能理解这位先生 为什么 因为在农村啊 这是一个弟妹 这个弟妹又张牙舞爪 然后他又怕被讹上 是 他动会儿啊 他这个男的又是大掰子 碰到哪儿 别到时候再讹上 第一个保护自己 这是我觉得 可能他的第一反应 然后再有一个呢 可能他也低估了 弟妹的这个能力 他根本就 你我看了你这弟弟 也搂不住他 是吧 最终可能咱们吃亏了 那我特不想问你 如果下回再遇到这种情况 你怎么办 人家派何也说 不是 我就问您 您应该怎么办 派出书 你可以被打他 老叔叔 老志叔 你可以被打他 你抓着我吧 那你还有什么招 抓他吧 不是 你也扑到您这个太太的身上 保护他 他能挠你呗 你连你个儿的棋子 你都保护不住 你还能 你还当像个老爷们儿样吗 我也这么认为 我要 真就给打 咱要是打坏了 嘴不说啥 心里也恨着我点 阿姨的状态 跟儿媳的状态 多么的相似 刚才 一模一样 这家里的两个爷们的状态 也是一模一样 你这老哥什么意思 你是让别人打你媳妇 让人撑出手来打 我那弟妹 我兄弟也打 拽啥呢 他把我妈给打了 都得应该拉着对方 要是外人 我肯定不担 我认可划着签 我认可负责 这个法律德 为什么是抓住你媳妇 而不是挡在她面前 这样也可以 他俩的抗破 抓住的 我俩是在这儿挡着 他俩都是抗破 你知道蓝是什么样的关系 就是你认为是一个 保护性的动作 是我抓着我媳妇 因为对方也在抓着她媳妇 但是这个打和这个抓 感觉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保护的 还有一个是阻拦 我给你还一个强警 人在打架 你把他这么搂住以后 你知道你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吗 他连招架都没法招架了 只有刚挨打的份了 本来就说这鬼君 你再拉着他 他更动玩不了了吧 老师说了 那如果挡着 他可能打不着了 后来后来你挨打 对不对 他俩都看不错 抓着他 这我修了点事 挡着挡着挡着 我把那那么大抓着 你咋挡着去 我发现你们这 你们这老两口 刚才跟那小两口 在这一点上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是吧 这一模一样吧 我替这个老直书说一句 其实事情一样 情形不一样 因为刚才那个 你那个儿子遇到的问题是 是他唐妹婿 冲进屋子里面 来打自己的媳妇 他拦了自己的媳妇 你呢 刚才说的很清楚 交代的很清楚 是你的弟弟 在拦他的媳妇 所以你在拦你的媳妇 是 是吧 所以咱们不能把这个事情 完全弄到一块去 但我也很同意 刚才施亦讲的 是 这位老直书 你一定要记得 打架当中最合理的方法 一定不是去抱某个人 是你要主格格断 是 我觉得我妈 是他自己惯的 其实正确的方法是 施亦老师跟王一老师 来做个事办 他们老弄弄云脉 我应该站到中间 你想干嘛 你把我拦住 是 你把他拦住 我不用 我就拦你 不是你打他吗 对 这是保护 是 我受伤 他受不了伤 他不会那么久 你把他一拦住 他不用 还一个 还一个 他们生活当中 是什么样的 你看 你做的是 是把他 你看 是不是这么样 这么样一个场景 当时的青年肯定是这个画面 所以以后一定要是你 你冲上去要拦在中间 要主格 受伤是你自己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丈夫应该尽的责任 宁可自己受伤 也不能让老婆受伤 如果说 你的弟媳妇 你们弟弟这一家 你们的关系就是处不好了 已经影响到你儿子跟儿媳妇了 这儿媳妇要走了 要离婚了 你们怎么办 这已经违教他们的关系了 他们这个买卖事 我儿子小时候 他俩又闹了 我儿子头着面积上家去 把这户户本拿走了 有人告诉我 说你儿子回来着 到家一头 真的是 把这户户本拿走了 我一头就这么准 上冰证了 我俩再去 晚去五分钟 他俩都开了 当时我都给我儿子小时候跪下了 当时我给我儿子小时候跪下了 我说王平 我说我们家没有 都没有你 缺一不可 也有 我说你 王平 你要不在我们家了 你要走 走哪 我都跟你走 我可离不开你 我心里感到特别委屈 当天如果你的儿子跟儿媳妇离婚了 你觉得你们家这个弟弟弟媳妇 包括你这侄女儿家 是不是觉得高兴一点 那是 拍拔的高兴 高兴 打倒他心愿了 我就弄不明白了 几位专家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 别人家妻离子散了 才会开心呢 如果我来警察的话 你们各位可能没想过财产问题吧 法律上 第一继承人 父母子女 配偶 假如他没这个子女 老家也去世了 他们的财产是谁的 那就轮到第二岁继承人 兄弟姐妹 我揣测的 我不是对不对啊 老书记说 大家大家 大户大户 我估计家里有不少房子 有五间房 那么在他的兄弟 在他的兄弟 在他兄弟媳妇看来 有了这么一个养子 出了一个第一岁继承人 那如果我能给脚 脚 算关于解除了 那以后万一 真有那一天了 财产归谁啊 那就归兄弟了 对 他就有这想法 这是肯定的 这是 我感觉我功务力大 其实我们一直在问 就觉得无力不欺躁 人做什么事情 他总有所图 他才可能什么东西 都用去挤 但是我有反过来想讲 越是这样 其实你们四个人 这老两口和小两口 越应该和睦 团结 一致对外 他们也就没法闹下去了 对 我俩要是坐不到位 这老两口的 他也不可能说 跟我们一条鞋 这个堂妹和这个嫂子的战斗 可能他们会认为 这个哥哥比老是芭蕉的 可能并不是 让他们这个计划 落空的一个元凶 可能这嫂子更是 他本来想要你们去学习 弄橱柜 然后最终一个看店 一个帮我干 最终我们有了个生意 这个嫂子的精明 认为我们还是自己干 所以他这口恶气出不来 其实往往你会发现 他们也不幸福 这个您这个肘脸 是吧 对 和您这个这个肠妹 他也神秘 他也难受 各种方式 想着让我们 就是离开这个家 为啥我有时候也心也憨 我没法说呀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从什么时候开始 说养这个孩子了 把领娘得用吧 抱养孩子 这个主意是谁出的 当时 亲戚 所以你结婚这多年该抱孩子了 那当时为什么要抱养一个十岁的孩子 而不是说 就很多人抱养孩子会说 抱养几个月的呀 或者刚出生的呀 我们也是早就想抱养 这早就想抱养 没合适 那天也没有合适的 我弟弟在街上 老街你想抱孩子 这有一个合适的 十岁了 你嫌大不 我是大小也懂了 当时就是你们这种情况 在你们村里多吗 不多 不多 你们会因此 因为你们这样的特殊情况 在你们家族当中遭到一些人的 儿子说过 但是我不停 我们不停 但是我在这儿查一句 这个你们要连线那个对方了 肯定得说这个 我儿子不孝敬 是吧 对 刚才你儿子自己也说来着 这个绝对是孝敬 为啥我有时候也心也寒 我没法说呀 就我俩穿着衣服 穿着这些 从子到杀 没有我俩 都买的 就都是我儿子 这些都练下来 平均 都是我儿子学买的 我儿子都不管这事 都是我儿子学买的 就是医生 别穿这旧医生 都穿这 好的 因为我们的关系特殊 通过陈律师刚才一番话 我们似乎抽丝包茧 已经包到了一点和尚的东西了 就是你们的性格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最重要的是 这背后有着巨大的利益 可能他们就会有 很多争夺的理由 那我想问一下陈律师 像他的养子 在法律上 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义务和责任 刚才说领养的时候 刚11岁给养大了 10岁 10岁 那你反过来 现在他们老了这个养子 他就对老人有这样的义务了 但是他们当时履行了 什么样的法律的手续吗 那会儿还没有收养法 法律 对 他是事实收养 收养法出台以后 颁布实施以后 如果再收养 就要办手续了 所以他这个他刚才说这么早 80年前 80年代就收养了的话 这个法律关系受法律保护 那么他的这种法律关系 就等同于我们婚姻法当中的 继承法当中的父母子女关系 所以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 这个养子对两位老人有赡养的义务 那么反过来 真老人百年的话 这个养子就有权力继承老人的遗产 他是这么一个法律地位 解除这样的关系 需要有什么样的程序 他们这样搅和能搅和得黄吗 那就看他们本人了 那如果说刚才他不是老在用一个词挑吗 挑挑挑 觉得这祸根子是你们就扭这个养子 甚至是养儿媳妇 那我爸们搅和散了 让你解除这种收养关系的话 那么他们就养子就没有继承权了 我说你变挺人的瞎说 这个解除也是需要在法律上 这个要走手续了 要到法院要去做一个解除的 那我明白 他们这么闹闹到今天 包括鸟儿媳妇对你们有很多的不满 就是你们想过跟养子脱离这种关系吗 没有没有 从来没想过吧 永远也没有 你们的儿媳妇跟儿子表态的是 你们如果说没有说脱离的那一天 他们也永远是视你们为亲生父母一样 双方都没有任何的 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疑异 但是一家人却如今过得都不开心和幸福 我想把你儿子跟儿媳妇请上来 你们面对面的 看看这个问题 我们通过专家能不能给你们一些方法调整好吗 那好吧 我们把儿子让儿媳妇再请上来 通过跟老两口的沟通 我们不难发现 养父与杨先生在面对外界的伤害时 有着惊人相似的反应 这也使得这个家中两个女人 承受着共同的委屈和痛苦 与其说是外界在挑拨伤害他们 不如说是他们自己过于懦弱 不能全家齐心 那么一家四口同场 他们能否意识到自己内部的问题 团结一致 捍卫自身的权利呢 虽然没有血缘的关系 但是就像刚才这位女士说的 养育之恩其实比生育之恩更重 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 一点一滴的付出是不容易的 通过这三十年的相处 也有很深的情感 我二人就是为难就为难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这样面对面的坐着一块 沟通过家里的事情 很少吧 刚才这位先生说 如果父母 如果稍微硬一点 家里就不至于成这样 我想问你的是 你理想当中的 养父养母 应该是个什么样的样子和形象 对吧 就是把我的位置摆正 如果你们要是把我的位置摆正了 就是说是 干啥也好 咋的也好 让儿子往前冲 把我放在前面 因为啥 我毕竟我也承认了 接风成家了 我妈我爸能想着 你有儿子 我也有儿子 那有这种心理态度 我想着 他都不敢这么 这么猖狂 我能看出来 这个家庭当中的男性 有共同的特征 都比较老实 低着头 这个家里出头说话的 全是女人们 这位阿姨也挺厉害的 这个媳妇 其实也还挺厉害的 然后呢 你的那个弟媳妇 那够厉害的 再加上你这个侄女 还厉害 这一家人 比如说女人 女人 女人只有柔 这个家里才能够稳 才能够安宁 因为往往 如果说这个女的 真的每次都能够全胜 她可能家庭也稳定 可是往往 一旦有挫败感的时候 她就会归到这个男性 你为什么不能帮我出头 你为什么不能顶天立地 那么这时候 家庭矛盾就产生了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我们今天可能面对的 另外两个女性 确实实实比你们彪悍点 你可以承认吧 你们也 我看硬碰硬 你们是够呛了 所以我们得以柔克刚 好 这种柔是什么 就是可能她可能会 承受让你们生气 攻击你们 然后你们每次都中弹 给一枪 对马倒下 在录制现场的另外一个房间 我们的编导 接通了唐妹夫妇的电话 针对当初合伙 做生意的问题 唐妹夫妇 也给了自己的态度 你好先生 喂 我是北京电视台青年频道 实在说栏目组的编导 你属于是她的这个唐妹夫是吗 对 你们是因为生意的原因动手的吗 她在那边开一个店 我现在在北边开一个店 她不提了 不让我们家开 不让我开店 我喜欢到找同学了 找到她家门口了 上一道石棍了 打 是你们提议让她去学这个橱棍了吗 啊对呀 咱们偷问我呀 请你 我的偷问你来了 你绑着我 我的可那妈姐的 我的没想到是 各位老师们 说抛住我们 而且住院这几财强 其一的都没大事 他对住院这个财强 另外不是把我这个 喝的栗子打下来 你必须得赔偿我 你那个 那个老哥 你的意思那住院费 就应该有个对那个 他们来赔偿是这意思吧 那 教练在这儿是吧 你应该得赔偿我吗 您刚才说什么 人家给你赔了钱 人家还给 就是要你的命 你就是天 你既然要钱是吧 就哪天砸你 就天天去捣 你给你捣乱 就打你 这句话说到点上了 就是我认为你们家这个问题 还是要先费 那你说这钱都不要了是吧 我不是说不要了 那肯定得是有一个 那付出很大的代价 不能让他 咱们再给他留下后话了 就给我 我爸我妈 还有样张你们有个什么的 就是有个什么对策 我觉得今天来这儿 其实就来商量这个对策的 你这句话说得非常好 对 今天来这儿 我们外人没有来 我们今天要在这儿商量好 到底我们是一致对外呢 对吧 是去争取那笔补偿费呢 还是我们今天调整好 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呢 对吧 怎么过呢 这是接下来 你们这个家庭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你们现在生意 受到了唐妹和唐妹夫的干扰 另外一个呢 你觉得你的地位 在这个家里 没有得到认可和肯定 然后完了一个是 你的爸爸和你的妈妈 就你的养父和养母 在家里头 跟你的叔叔和婶婶的关系 也是处在一个 比较紧张的一种状态 接下来怎么去处理 包括你们这个晚辈 如何跟叔叔和婶婶 怎么接下来处理 这都是错综复杂的 因为我比较了解 你们的这种生活状态 农村人喜欢把人情 放的比什么都重 所以现在呢 我们请四位专家 来从这几个层面 一层一层的帮你们找点 我们看看 你们有什么出路 好不好 陈律师 你看啊 他们家的养父母子女关系 只要他们双方 都有这样的一种 还要大家在一起生活 相依为命 这样的一种诉求 或者这种考虑的话 那别人猜不猜 这没有问题 那么当然对于这位养子来讲 因为农村有一个 不太好的习惯 有点排外 这个大家族 本土的人 你有外来的 外来的 可能像他这种情形过来的 那人有点欺负人 可能不排除这样的因素 但是 这里边的问题 首先刚才说 我们家庭关系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很多遍 为什么两个媳妇 都有这么大的委屈 那男人碰到这样 对外有冲突的时候 该怎么做 在合法的前提下 怎么去保护好自己的女人 这个男人是肯定要考虑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 关于你们内部 刚才这个媳妇说了 由于你们两位老爷们 在这个自己的媳妇 受到欺负的时候 不能站出来来保护他 那他对这个家庭就很失望了 也是人高马大的 没看着说哪弱呀 那怎么看着 媳妇被人打成这个样子 事先没有防范 没有阻拦 事后 我看也没采取什么行动 到现在为止 那么现在 媳妇的强力诉求 说要惩罚对方 对方付出代价 这个代价 在我理解两个方面 经济上 该补偿要补偿 那现在我看你有这么多票据 都准备好了 那倒是天嘛 如果说我在前面 这个你们讲述过程 我插过话 就说报名报警 能不能印证 就是他打的 因果关系 就是他因为他的加害 造成了我们的伤害 如果是这样 我们当然有全通过法 就要这笔钱了 甚至我这要跟两位 大哥大姐讲 这爸妈妈讲 亲戚归亲戚 这种代价必须要付出 也是我们的权利 不能说因为是亲戚 打了官司 这个关系更好 可不能这么讲 那我们受的委屈 哪找谁说去 所以这个问题 我觉得首先是 从这个经济上 对方要付出代价 甚至在我看来 还有其他的法律责任 当然这里目前为止 如果没有轻伤 这个结论的话 没有刑事法律责任 但能不能要求 排出所拘留他 你这么恶劣 造成这么后果的 这严重的后果 你看治安管理处罚法 是可以拘留的 但是弟媳妇也有个担心 一旦拘留 这后面可能 关系更恶劣 对对对 是有这种 这种担心 你去权衡 我倒是认为 该进去吃吃窝头 吃吃白菜汤去 你行为你不受法律 做也行 想怎么就怎么样 那你现在 没有这样的一种教训 那他以后可能 会更肆无忌惮 更没有顾忌 我觉得是这样 陈律师教我们的是一种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怎么保护自己 对于杨先生夫妇 之前提到的 两次打架事件 唐卫夫妇 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您是主动找过去 打他的吗 您为什么要打他呀 我打他 我打他 给我向你 叫法院去问问问这 就是他 他打你了 是吗 对 叫法院你问问 他奥奥 以前过去 当时你是受伤了吗 对 肯定受伤了 可以看出双方在矛盾激化后发生了护殴事件 过激的行为使得双方不仅没有获利 反而都受到了伤害 而对于这个家庭解决问题 关键是消除他们彼此的猜疑和埋怨 首先你们家的人我觉得有重大的问题 特别是这位男士 他在场上刚才表达的是 我们那笔钱我们去要 怎么补偿我们要要 但是其实在当时被打的时候 他的态度确实抱着自己的太太 或者说拉着自己的人 就他并没有往前去冲 导致这个太太受了很大的一个伤害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事实实施的时候 你没有冲到第一线 在事后的时候你就很横的说 那必须陪我 但这个赔偿过程当中 如果再次发生二次伤害的话 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去应对呢 比如说刚才说的 真要到了说 把别人对方诉讼到了一个 要进局子里头了 关起来了 但是别人出来继续在闹 你还有没有这个能力和精力去招架呢 想过没有 想过 想过吧 那你有没有想过怎么去应对呢 应对 又挠头 如果在这儿的话 有这能力对付他跟他打 都不留客气了 哪能力都没有 把他打 主要我是看我妈我爸的态度 你妈说跟他打 你妈说以牙还牙 你爸要是 我们要自卫 妈我先说一句哈 我爱人嘛 虽然我告诉你 这么一个关系吧 我爱人特别孝敬 圈就是不管做什么 不管说什么都是顾忌我爸我妈的就是感受 特别就是说站到我爸那一面 怕我爸危难 所以说一耳在这儿 他要是憋着的话 我这事我都不用上了 下回你不用看你爸这个面子啊 你都 你都猛 猛打 你走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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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大姐 那我这里要定一句 这个大哥 您媳妇说了 说不用看你的面子 你觉得可以吗 可以 相当保健给你的 现在一家四个人都坐在这里 你们家的问题啊 在我看来两个方向三个层次 两个方向 朝对 你们家一家的事 向外 对外的是 大的原则 让外必先安内 你们这一家 如果很早就现在 把这个厂商的这种态度 给了叔叔省上一家 我相信前面的事情 未必恶化到这个程度 一定是给别人留下的可身之机 你们仰内的事情 我觉得啊 两个男性 叔叔跟这位男士 你们作为两位男人 要向前冲一冲 顶一顶 两位女性 要往后撤一撤 缩一缩 你们家这个事情弄反过来了 所以别人就觉得好弄 大体还需自身 这个小伙子 你以前顾忌 今天爸爸妈妈 都给了你很明确的态度 不需要去顾忌什么 刚才我们一直在这个平台上 我们讲究解救家务事 我们也说要先纵情 再讲理 后来依法 这是有前提的 你碰到讲情分的人 要纵情 你碰到讲理的人 我们要讲理 现在明摆着 你们现在讲学 至少从你们这头来讲 对方是不念情 也不讲理的人 干什么 坚决的依法保护自己 否则不可以的 所以你们两位男士 一定要有 我想这个叔叔 也因为自己是存知书 可能有很多的顾忌 没有必要 越顾忌 别人这个事情 会越闹越糟 如果你们俩把这事情摆清楚了 只要这个态度很明确 他们自然不会有太多 对方可以做什么 反过来我来说两位女士 我可以看到在你们 似乎在家里面 在方方面面的力量 好像比他们俩强一点 但是我跟你说 你们俩在台上表现的这种 对两位先生的不满 也是问题 就会让对方觉得 这样做管事 可以闹得你们里面不安静 特别是这位女士 我知道你们很多委屈 很多无奈 甚至已经去准备离婚 这不正好让 中了别人的圈套吧 就在心理学当中 叫拿别人的错误 惩罚了自己 对对对 所以你们俩要在什么地方 表现的东西 我们是团结一致的 你们再怎么闹 我们对我们先生没那么大意见 他们闹着就没有什么动力了 你也要停下来 用这事你绝对不能离婚 我放你了 因为别人也没有 为啥我给你跪前 绝对不能跟你们俩离婚 用别人说我就不说了 你们不可以让别人觉得 他们这样折腾你们有效 不让他折腾了 他们的目的 就想把你们给折腾散了 他们获得 结婚你们 就这么说的 我跟我二人说 我就是友好多事吧 我也跟他说 他就不行了 他就说那咱俩离婚吧 节目我是希望对方的婶婶和对方 你的堂妹都能看到 我说两个 一个我对对方的婶婶想说 我说我们今天因为你们没有来 我们听的是一面自持 我们也未必 可能他们说的都是合理的 但我想说一句吧 你说的对 什么时候都别把人逼急了 逼急了吃亏的是自己 特别是这位婶婶 你现在纵容自己的女儿 跟自己这样一个哥哥闹事 似乎好像得了利 你试想一下杨成他这样性 他跟别人能这样 能这样获利吗 他很会吃亏的 纵容自己的女儿这样做 将来吃亏的还是他自己 这是我跟这个妈妈说一句话 我跟这个谭妹也想说 我不晓得你们之间因为什么过节 是因为抱养这身关系 刚才律师已经明确的讲了 他现在享受的法律上面的 权利跟义务跟亲生 无同而异 不要再在这个地方想做文章 到最后害的是自己 因为做生意人都是何为贵 您这样一个跟人不依不饶的做 看起来好像赞点小朋友 其实伤害的还是自己 因为你们要在一个地方生活 但愿你们听到之后能去想一想 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得太过 你跟自己的一个有血脉之情的人 或者有亲情的人都能搞成这样 你让顾客怎么相信 你做生意能做好了 所以这位男生 你要从这个角度上去想这个问题 不要一味的想 人可以以和为贵 人可以与人为散 但是不能窝囊 不能没有原则 你现在做这个事情 就觉得完全顾及了对方的感受 顾及了爸爸的这个东西 没有原则的在推让 就变成了窝囊 容易被人欺负的 所以把内和外的事情分清楚以后 你们把这个事情回去好好地想办法解决 不是很难的 只要你们有心了 他们就害怕 你们光想做而不去做 光口上要干什么 不采取实际行动 对方就觉得你们不敢做 只有有了行动才可以震慑别人 但是我有个担心 是不是我这句话说了 是不是听你说了 你看我猜对不对 其实有时候你也想还击 或者说你也想对抗还击 或者说你也想对抗 但是有时候一想到爸爸 一想到妈妈 你就撤下来 是不是这样考虑的 包括这次 如果说我们真的回去 对他们有一些沟通上 又造成不愉快 你还是会想到爸爸的态度 或者说 我爸我妈这不是表态了吗 那我都是 我都放心了 我特别想跟这个儿子说一下 因为我们是一个 养父母和养子的关系 但是我觉得你爸爸妈妈 凭你做得好 其实他们真的拿你当成亲生的 所以他们不见外 但是你和你这个媳妇 还是有些见外的 比方说你有几个词 说第一个 我从来不过问他们有多少钱 我从来不问他们今天收成多少 然后儿媳妇说了 我要是从我爸妈那拿点栗子 给朋友 我得高价给他们钱 其实这就显示出 我们其实一直在做一个什么事 我们在跟他们隔着 如果是亲的 可能你们就没这样 我是这么认为的 老人就是在家也不容易种地 这么大岁数了 就是说是他不给我这点东西吃 我也应该给他点零钱花 不知道是我们家 我只是说什么 就是说我们自己从内心 我们要先把他们当成亲生的 你才可能感觉到我们是一家人 就像为什么这个你丈夫 时时刻都快觉得 是不是因为这个呀 是不是因为这个我要带你呀 是不是这样我要束缚自己呀 所以我是觉得当你特别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亲子关系的时候 你一定是从你自己做起 然后另外呢 我觉得这位女士啊 就是第一个 可能面对这么一个比较厉害的小姑子 其实我们更多是用智慧 而不是这个敢打敢冲 你最终你受到那么多的伤害 还要进行那么长时间的治疗 然后而且我们不可能用钱来惩罚任何人 说你把我打残了我罚你二百万没有意义 是吧 因为我们很渴望幸福的生活 我们很希望这一家五口人能够和谐的幸福生活 这是你生活的目标 这是我的重要的这个就是心理 所以我觉得这个爸爸其实我还是蛮赞成他的 我觉得遇到事情还是比较冷静的 所以更多的是你们这两个男人去商量对策 如果说一旦在家老家里面这个弟妹又闹事了 你怎么跟儿子去商量 而别是跟你媳妇商量 如果说你呢遇到了你这个堂妹又来自事了 跟爸爸商量 真正对外去解决大的冲突的时候一定是男人 因为男人可能更冷静 你想说什么叔叔 我们家都出事 我们俩都不好是干谈谈嘛 怕给谈俩增加负担 但是他们出了事 没有主要事 也不干上我们俩嘛 也怕给我们俩增加负担 谈俩都是 有啥事 暴许 暴许 怕我们俩上岁 担心 受着 受打击受不了 有啥好事跟我们俩说 挺好的 你们一家人 其实我们俩有啥事 有啥发生事 也不跟他俩说 怕给他俩外的本来做买嘛 本身外的他俩嘛 都这个喜乐都不准 喜乐不安静 我们俩再给他增加负担嘛 又给他增加负担 是 求天上家跟我们打那家家 我俩也没跟他俩说 他俩也没跟他俩说 你应该告诉你儿子 就是怕给你俩增加负担 你知道吗 那你们老俩看我问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担心他们两个人将来真的不给你们 就是养老 没有那想法 你不会 我们不担心 我俩成天的说 在家我俩就不当他俩面 我俩就说 蜘蛛吧 该蜘蛛就蜘蛛 个儿亲生自养的三家人 亲生自养的 还有不如说的呢 他俩嘛 就是咱俩这样 你还做得说百分之百 我俩就在家里都没想说这话 就举例说一次 我相信我爸妈心里应该有数 都有一次 那是零七年 我爸就是那个求天有病住院 我们在南东想着做点生意 就是我那时候在那边 设备也都买好了 中午投资有不到两万块钱吧 然后我妈这时候就跟我们打电话了 你爸病得挺严重的 哎呦当时我接着电话 我那眼泪就是耍耍的 然后我们就是那店什么都不要了 就我俩就直接就是搭一车 就直接就去那个火车站了 就想着我俩走大敌的路上 就说火车站如果要是追不上火车 咱俩就上那个飞机场 咱俩坐飞机回家 到家以后 我爸就在医院里 我们就是特别的就是难过 看见我爸在那里面躺着 然后我就让我妈互相休息 我俩在那里面看着我爸 我看我爸那胶液该洗 那手那脸都该洗 然后我就把我爸的手指甲洗完了 也给搅了 搅我给泡了 也给洗了 然后人家病人就问我爸 你姑娘在哪地方啊 我爸都说不是我姑娘 这是媳妇 反正我家的我做的儿媳妇 我能做到的我都做 我妈我爸我们家需要什么 我就给什么 但是过多的钱我没给过 因为你们也在创业 对 年年也不容易 你给我们签货 我爷爷七十多岁的时候 我俩结婚 我给我安着我俩 孩子养的一岁多 我妈给我看着 我俩在室里做生意 我爷爷在后边有一次感冒了 我说妈让我爷爷住我那屋吧 我俩也不经常回来 回来就给我爸你们住一起 就住一个亢 我妈说能行吗 我说行 就让我爷爷住到我那屋 住了十了年 然后我家孩子也大了 我的意思就是让我爷爷 搬别的小屋 让我孩子住我那屋 然后我爷爷搬出去不久 我爷爷就摔伤了 我老水都说 你爷爷死就给你有直接关系 你要不爷爷让你爷爷搬出去 你爷爷能摔着吗 你作为爷爷 而且你家有地方 你为啥不让我爷爷上你那屋 他还耳前还说 都去告他去 非得让他赔偿 就是说是让我赔偿我爷爷 他好得到一笔钱 就这么一个心理 我感到我特别难 我当时都这么说我 我能做到的我都做了 我这么一个孙子媳妇 我能让我一个爷爷住我十来年 住我的那个亢十来年 其实你们家的女人都很善良 而且挺能为别人着想的 今天你们坐在这四个人 就是很齐整 我觉得你们应该是互相手拉手 就在生活当中应该互相手拉手 四个人结成同盟 就是他家 不是来一种人 来三四个人 就得把我找下去 让我也做半年 他都做不了 没有啥事不找我 他们家有任何事都我妈 都是非常明白 因为他们家的人呢 都是处在一个 真的是极度的 被压抑的一种状态 急于想找人说 我能感觉到 你们在场上说不完的话 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就是因为在生活当中 你们找不着可以说的地方 找不着可以去交心的人 对吧 跟这样的亲戚说 跟这样的亲人说 都能够最后招来的是谩谩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你们的心情 我也尽可能再给时间 让你们去把自己内心想说的话 就说出来 但是呢 我能看得出来 你们四个人是没有太多的问题 如果说谈不到补偿 以此为一个界限 以后再也不给你们发生 任何的骚扰和问题 我觉得也算是有一个结果 对不对 至少他能够给你们一个说法 在现场 主持人和专家 在极力地化解杨先生 一家四口之间的情感隔阂 在场外 编导也拿到了杨先生 堂妹夫妇最终的回应 那你愿不愿意抽一个时间 咱们去见面去说说这个事呢 我也不打着他 我也不理他 我不那儿 我不惹他 我也跟他有啥关系呢 你以后就不理他了是吗 我也不说不理他呀 是不是 你也先别激动 我呢过一段时间会再跟您联系 好吧 就这样吧 然后老家那边呢 因为离我们比较远 可能以后回去以后 你们还是老村之书 你也是做思想工作的 你要把你的智慧运用起来 怎么跟你的弟弟弟媳妇 跟他整不了 整不了 整不了 他退婚 那这事态就没法再控制了 那不行 那整不了 那你们能不能搬到城里来做 那要是这样的态度 往后三家还是太平不了 太婚 那要是太平不了 那这就不是我发生这种 那你们能不能到城里头来住呢 帮他们看店 主 我们是在这边的 是在这 我爸妈是在这边的 但是他 我那婶一人跟我妈们闹 我黑半夜打我妈打两回了 我肯定我把我父母我结过来了 我都放个银带来家 长期在你们这边是吧 那不就结了吗 那就不来人家 我那个汤妹老是上我们那个去骚扰 去那个去上我们的闹 汤妹这个问题 我们编导跟他姐姐 有意思好吗 我们真的是觉得你们太善良了 好不好 但是呢 前提条件是 你们四个人 一定要团结一致 抱一个团体 对 一定要抱一个团体 我想这你们能做好 因为有很好的情感基础 各位记得放心吧 放心吧 我们一定要抱一个团体 我想告诉你的是 其实还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来之前 你们二老呢 因为这么多年来 也是付出了不少 其实小两口真的不错 他们在城里打拼 挣点钱不容易 他刚才说还有很多的外债 包括他还要看病 但他在 听说我们今天要录这个节目 安排在今天录制呢 小两口还特意的去买了一份礼物 我给大家说一遍 就是我妈帮我带了好几年孩子 我特别感动 感激我妈 谢谢妈 辛苦了 我带了我孙女十年 我孙女一生人 零三个月 就要家了 现在我孙女十三年 十三岁了 现在在今今后下半年 上苹果去上学来了 一直都带我家 我带她十岁 他也很感谢你 一直在念叨您的好 我儿子媳妇 就是永远 永远忘不了我 没有成年说 永远忘不了我 要求我 我这以前 臭年 所以他没离婚 要求我以前气过妈 我没想妈 对我这 属于你这样 我儿子小时候就这么做 我妈吧 就是我家孩子 就是我让我妈看着 说句心里话 我是不情愿让我妈看着 但是我妈给我爱人 就是都要就要看我家孩子 就是 虽然我不情愿让我妈看着 我妈给我帮我看着这么多年 我也特别谢谢妈 接着说我应该的 等奶奶应该看的 你哥这么说 你哥这么说 养儿子应该的 养婶子没有应该的 我其实相信 我相信你们家 有这么浓厚的情感 做支撑啊 外面再大的困难 都会战胜 我也相信这都是暂时的 一定会都过去的 希望你们通过找到我们 虽然在现场 对吧 没有来 但是我相信在场下 我们一定会进 我们最大的能力 好不好 谢谢你们想办法 谢谢 谢谢 这个什么东西 拿给妈妈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我妈其实挺好美的 我给我妈就是 别管就是好了 就是给我妈买一项链 我妈手桌 我妈都有了 就是我都就缺这个 等着 咱们家外站没有了 我再给你买个大点的 好一点的 咱们家外人最买的 这么没有穿 你还给我买这个 我是实在买的 来来来 让儿媳不给你戴上 我还没给你买的 你坐着 儿媳不给你戴 我还没给你 什么我也没给你还买 您不是帮带孩子吗 这个应该的 你给我买 我是实在买的 其实好看吗 阿姨 好看 好看啊 哎呀这么大一个 这是白金的 你根本不知道 他买的这个礼物 他跟我药圈都给他呗 反正都是 都有药是 拿开了 包括给我爸买手机 给我妈买件 买衣服 买手桌 就是都是买回来 哎呀今天我给妈买这个了 行吗 行 那肯定行 就是向你爸妈 那你现在赶紧先来问他 这个行不行 对肯定 给爸妈给你 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每天来的都是 矛盾对立房 今天来的是 一家老师 诚恳 勤劳 善良的一家人 他们都互相的 相亲相爱 我倒觉得 这四个人 给我们这个观众们 包括我们的电视线 观众们上了一课 就是只要我们 妈妈给你买啥 你给我买 对不起你 我不需要 妈在屋子上的就是东西 只是需要 在我们一家 在我们一家 我心里 能不能过日子就行了 什么也没给你买过 你给我买的这一道东西 我吃他对不起你 妈有这一句话 我就心里边 我就想 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也是我最大的财富 今天这四位 跟我们上了一课 我觉得 就是不是说 所有的只有矛盾的双方 才能来到我们 节目现场 就是这样的一家 相亲相爱的人 来到这里 我觉得 我们传递的是 另外一种能量 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 我们能够携手 把日子过好 我相信外面 再大的困难 都不是困难 对不对 我也希望 节目录完以后 我们能够真的帮到你们 把你们家这些 后顾之忧的解决掉 好吗 栏目组 还有礼物送给你们 这是我们栏目组 一个热心观众 他也是我们的爱心传递者 叫九康 九康老师 他是一个书法家 我也希望这个字 能够拿回去 挂在你们家里 然后永远象征着幸福 你们一家 从此以后 能够和和美美的 过上幸福的生活 好吗 谢谢 好吗 行 好 那你们拿着吧 你们拿着吧 来来来 让爸爸 来来来 冲上来 大老爷们以后 家里所有的事 爷们往前冲 好吗 好 谢谢你们 谢谢 在节目录制结束后 我们节目组 依然会持续 关注这个家庭的情况 正如专家所说的 让外避嫌安内 我们真心的希望 他们一家四口 能够团结一致 共同抵挡 让外面的风雨 过上平静幸福的生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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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5 6 6 7 7 7